今天这个妆呢是雪地在新单曲goblin里边的一个造型 整个妆容总结下来的感觉就是又甜又酸 并胶少女的感觉我很喜欢这个妆的颜色搭配 大面积的粉橘色搭配上小面积的蓝色的铜色 非常甜的感觉 妆前是用到这一支Clayu的女演员后台霜 是这种淡粉色的很水润很轻薄的质地 这个光泽感超级好看 它涂在脸上的话就是那种 寒色水光机的感觉 这个用起来特别水润我很喜欢 像我用干皮的话就是很喜欢脸上会发的光泽感 然后它的那种光泽感是有点像那种珍珠的光泽感 很透的那种 这边是涂了这边没有涂 有一点点提亮的效果 然后不会假白 涂完它的话上妆也会很服贴 不会就是有那种脱泥的现象 我觉得喜欢画那种韩式啊日式的那种可爱系的 然后很清透的呀很很素颜的那种妆 我们的女生的话应该都会比较喜欢这一款 会比较好推荐 脖子也要有光泽感 水粒的话它是非常干白的 所以我今天体装的话就用这个 雅兽安泰的这款单独用 单独用就行 因为这款的话色号对我来说还是白了一些 每次点上去的这个一定要很轻薄 不然的话就容易卡起来 用Jazz要把那个眉毛弄浅一点 因为我的眉毛确实是有点太黑了 然后选去Jazz的那个造型的话 就是把眉毛漂得快了 这个没有的那种 这个眼妆的话看起来就是橘橘的红红的 然后要营造这种上上的那种感觉 并交这种感觉的话 下面的眼影非常重要 然后用到J盘 J盘我觉得颜色还跟这个比较像 看眼皮的眼睛比较大 我们先用这个打底 YAAA 这雪粒的眼睛它眼尾是有点点下拉的 我们画眼影的时候 你可以先就去营造那种形状 刚开始打底的时候就可以往下面塗 这样一个往下的一个走势 然后用这个颜色 给它眼尾的这个位置 然后往前大 同样还是要一个往下走的一个形式 然后用这种特别扁头的刷子 就在这个颜色 偏橘在这个 比较橘红中的颜色 同时我们也要像上阴染的 颜色阴染干净一点 我们先把这个下眼影的地方填出来 从这儿块填 然后向后面连贴 整体上下它 这个范围可以大一点 平时我们画下眼影的话 范围是画不要那么大 但今天这个妆很散了 很硬焦 所以我们需要把下眼影阴染的开一点 然后范围大一点 这个橘色 加一点点这个颜色 一点点这个紫粉色 一点点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妆吗 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 莫残 这个 KISS ME的这个 黑色的这一款 这个项目 它一个比较自然的款式 看眼睛 一点点 稍微一点点 这个提亮色 腮红的话就到这个 国瑞美的这一款 这个液体腮红 它一共有四个颜色 它是这一种 这种偷偷的 第一个颜色是夏日奶茶 我觉得特别温柔的颜色 而且黄皮和白皮都可以用的那种 这个名字叫蜂蜜罐头 这种很嫩很嫩的幸福色 微醺甜酒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也是黄皮白皮都可以用 然后比较初恋 然后比较蜜桃的一个颜色 一会儿我应该会用这个颜色上面 最后一个是 这个 一目玫瑰色 这个的话相对来说更成熟 然后更性感一点 然后比较神秘的一个颜色 颜色相对更深一点 然后也是黄皮白皮都可以用的 然后今天这个腮红也是比较 让我比较大的那种 这样 用海边大的腮开 最强的是这个去 然后它方向 就四周散开 然后眼下这个也要淡亮一点 这个也要用光 因为其实都是连起来 嘴唇的话我们用一个这个染唇液 MV里面那个唇液就是这种草莓色 比较粉嫩的 然后有一点点光子感 然后我的嘴巴比较小 我会把它勾得更大一些 我这里就圈到勾出来 这就是嘴角的尖角是要保留的 不能到处都是顿顿的 比如说平时像我嘴唇这种比较薄的 要画这种凸出来的妆容的话 一定要显成这种 覆盖率比较强的 这样的话 勾出来不会有白边 不会奇怪 上唇要肉肉的翘翘的 然后我也会涂出去一些 因为我这个人中比较长 加点这个油在上面 有一点点光子感 而且这个纯要还偏偏一点 我以为是那种比较 blingbling的 我们最后一步就是 画那个字 然后点一点小鹤巴 可以点一点 不要点太重 而且不要用眼线笔来点 想要帮你 我不能讲 ruled 魔力超多的 你看 titles 基本龙是 像漂亮的 还 vere 也是 绝 Ost都